NDR-O-B-U-C-D-I-O-L-N-U-D-A-O.H-T-M-L NDR-O-Z-Z-O-B-U-C-D-I-O-Sh-G-U-C-Q-D-I-O-N-U-C-D-I-Y-U-C-M-9-N-E-O-M-N-E-I-C-T-E-Y-A-H-I-M-G-Y-O-Z-J-On-O-B-U-C-S-U-C-Q-U-C-H-Y-C-K-O-D-I-A-O-L-N-U-C-U-C-E-C-S-S-Te-T-G-T-E-O-S-C-Q-E-C-Z-Z-O-S-T-E-U-C-Z-U-C-X-W-C-H-V-C-N-P-T-E- 有什麽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麽并正义和未先偏大道?先偏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跳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约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协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交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先经万典,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食法门。 同时,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声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最到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先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性因,更是帝。 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性价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人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天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灌,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 万彻了天万得。 万彻了天法万法。 万彻了天教万教。 万彻了天佛万祖。 万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彻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 二,道于,与我有什么关系? 为道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到贯穿于天地万物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序。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为道的宝贵。 为道的宝贵。 很密西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因人造了恒度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这不增不减的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争作自信劳。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身败不亦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需追求之道。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整个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此极道在我身之要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能之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象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地相貌肉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喝血汤名。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形有象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强气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 在物理文明远教精神文明出圣经之下。 你是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平时走肉。 若是真法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宫时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这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不过,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许行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求。 就是开启器们。 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带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乐祖超经乐点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极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即是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 抖开起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周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离苦的乐人生灾事。 遭受种种之苦恼。 旧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召回我们奔走至真至善至美之族人们。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人情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于理。 至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是无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劫恶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及彼凶,朝向光明。 指我们的。 否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 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壤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但造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洁。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 以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着道心。 阳心。 阳心。 爱人之事。 当有人离不可万就的灾祸时, 只要澄清使用三宝, 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吉。 此事, 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乡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争摔摇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究成功。 幽宿灭芒, 更不禁令人稀如畅妄。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操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至高之之目标。 带修, 后的, 因此, 故人为求操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 难以仿得明师, 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谱传, 先造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放念,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 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南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够独善其身, 更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极可救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 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 一点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天天大道, 天命不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